很多家長都會很注意幫小朋友選擇眼鏡 可能他們會很關注彈性的問題 可能會很冷的小朋友需要戴彈性比較快的眼鏡 因為彈性比較大的眼鏡也有機會耐用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項目都要注意 其中一樣可以注意的是眼鏡的大小 如果小朋友戴太大的眼鏡 可能會很容易鬆脫或撞到 不是很理想的 而太小的眼鏡也不太建議 因為太小的眼鏡可能會夾著頭在這裡 會有不舒服 可能小朋友會有頭痛或覺得不舒服的情況 第二項也要注意眼鏡的重量 太重的眼鏡原來會穿著鼻子 可能這些位置會滑下來看不到焦點位置 也會令小朋友有穿著的感覺不舒服 建議選一些輕身的眼鏡就會比較理想 第三項也要注意 因為我們小朋友的鼻樑比較沒那麼高 可能會扁一點 如果眼鏡有高一點的鼻樑或鼻樑設計 也會比較理想 好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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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嗎?